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我是一个就我这么一个不严谨的人来谈严谨的话题 确实有点令人啼笑皆非 真是这样 因为我是一个少年文青 曾经现在是个老文青 作为这样一个非理性思维模式 这种习惯的一个人来讲 我何谈严谨呢 但是呢 这个话题还真是 必须以严谨的态度去讨论的话题 就是死亡 而且是非正常死亡 就是死刑 死刑犯的围绕着死刑 所产生的话题 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 这就是又要说到我的年龄了 说老实话 这个年龄 一般人说到死亡 都是没有感性认识的 听说的报纸上传媒上 但是作为一个七十岁的人 何况又经过那个艰苦的劳动 在山宫里搞建设 那个死亡几率非常之高 所以我见着的 亲属摸过的 和参与抢救的 和回到正常城市生活以后呢 在这么四五十年里 又有不断的有人死亡 别的死亡咱们不说 咱就说这个非正常死亡 你比如说我今天可能要涉及的话题 或详细或简略 有这么几个人 你比如说一个是公众人物 大家都知道的 辽宁辽养人 轰动全国的吴宝景 这个人是个企业家 是北京建号集团的董事长 曾经是亿万富翁 被誉为是大陆的李嘉诚 但是后来故兄杀人 杀的是一个 应该说还是他的一个好朋友 这个细节咱就不说 这不是咱们的议论的话题 大家可以在网上随便可以查到 吴宝景的案件 他在2006年3月17号 被执行了注射死刑 这就是要说到今天的话题了 关于这个注射死刑 吴宝景的这个注射死刑 开创了中国的是第一例 以注册为手段的死刑 接着呢 我有可能要讲到王建华 这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一个68岁的老人 陕西渭南地区的一个人物 徐友臣 14年因为从北京上访 被劝返回到河南交座的时候 下车以后在派出所跟警方发生了争执 直至最后买了这个水果刀 杀死了这个一个警察 这是一个徐友臣 我曾经拍过他的四期纪录片 冯青生 我的一个三线一块修铁路的一个同学 17岁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生活了那么三四年 关系不错 文人 非常聪明 复读武车之书 博学多才 这样一个人物 当时他能砍 特别能砍 我们都喜欢听他讲故事 他在回到城里以后 在和平时期 因为柳妾 因为这个偷妾 偷钱包 这样的事 最后被枪毙了 他是被执行枪卷 用枪打的 杨家 这也是一个公众人物 轰动全国的 我们认识 他因为在我一个院住着 在北京 大徒派出所管辖的 这个惠州里小区 我们一个院 杀了警察 我认识的 直接认识的几个死刑犯 我们就说这几个人吧 这个元宝景 这个已经轰动全国的 这个富翁 意外富翁 他最后是要拿出 他也是生前也做过很多慈善基金 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最后呢 他要拿出495万 来买自己一条命 但是呢 最大恶极吧 就是所谓我们国家的这个 这个司法佑女 最大恶极 充满感情色彩 当然了 故乡杀人 性质非常恶劣 王建华呢 他和王保锦一样 也开创了死刑 中国死刑 注射死刑的一个先例 为什么呢 王建华是68岁一个老头 他是陕西为难人 他被执行死刑的时候 是用了一种非常高级的 是国内第一家引进 从那个匈牙利引进的这个死刑床 注射死刑床 三万块钱引进的啊 这个有关的资料上没有讲是美元还是人民币啊 就是国内的新闻应该说是一般来讲就是人民币结算啊 就是三万元人民币 问题是他把这个陕西省引进了这个豪华设备以后呢 这个注射床以后呢 又改装了一辆丰田考斯特 考斯特那个车啊 我有几次出去外去拍片子啊 客户给我提供的车 多是用的这个考斯特 考斯特只有一点不方便的是后边没门 从侧门进 所以我那个摇臂啊 轨道啊 就得从前门斜着往里边输送啊 比较艰难 但是那个车里边舒适和那个宽敞度啊 咱们不说我宽敞度 拍片子宽敞度 就是说改装成死刑车啊 非常合适 后来我就发现除了伊威克之外 考斯特也是用于这个死刑的啊 不过这个是他这后门是可以打开的 直接把犯人从后门送进去啊 有的是好像是一种自动 就是会行动的救护床 用这种床把人固定好以后退上去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网上图片啊 都是被押送的车里边 那不是 我说的这就是闪一声引进的 这个在地面上 在舱外 车舱外啊 就已经把人固定好了 然后呢 这个车自动输送进入这个考斯特 从后门 从后门啊 输送进去 至于车里边的装备啊 这个都很专业啊 我就不讲了 我只知道 一个是他这个窗子 全部是贴 贴按摩的啊 外边是看不见的啊 进去以后呢 有一种压抑感 更增加了这个死亡的这种 面临死亡的这种感觉啊 然后呢 除了固定死刑犯的这个床之外 就是各种器械 它主要是用一种注射泵来注射三种药品 一种药品就是巴比托啊 这是起镇定作用的啊 使对方焦躁或者恐惧产生的那种狂躁呀 或者种种意外啊安静下来 然后呢 这个大概15秒钟注射以后 就可以第二步注射一种药 叫盼苦修安 盼苦修安是哪几个字 我告诉大家 盼就是三点水 过来一个半喇西瓜的半啊 酷就是仓库的酷啊 修就是三点水过来一个臭 安金子旁过来一个安 盼苦修安啊 这种药呢注射进去以后呢 它就可以使身体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啊 这个过程我难以叙述 非专业难以叙述啊 总之前两种药 第一个巴比托和这个盼苦修安 这两种药是可以逆行的 什么叫逆行呢 可以恢复 就是即使注射进去以后呢 如果要反悔或者改变主意 就可以使这个药恢复注射之前的情况 可以逆行的啊 但是呢第三种药啊 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第三种药等于等于是一针致命 当那个注射泵注射进去以后呢 它叫做鲁化甲 不是氢化甲 而是鲁化甲 然后直接就误反逆转的 直接就致你死命 然后呢通过心电图 在这个死刑车上通过心电图 脑电图等等 这都要打出纸条来 通过这个纸条 然后最后进入这个档案 同时呢医护人员要人工进行他的脉搏呀心脏呀各方面的侦测啊 侦测确诊已经死亡了啊 然后宣布死亡 这是陕一省当时在国内第一个引进的豪华车辆 改装下来花了七十万三十三万块钱的这个车这个这个床加下来也就是百万了啊 第一个执行死刑呢就是这个为难的这个王建华啊这个王建华的案子怎么回事我就不说他了 还有这个何清生啊何清生呢那我们把他叫猫眼人非常机灵 六零年父母由于是反革命罪吗什么就被镇压了父亲被镇压了他一个人是和母亲生活着读书 颇多啊学父武车啊是这样一个一个聪明的孩子啊他跟我从三线修完铁路以后呢一块分到了陕西钢厂在陕西钢厂作为一个亲工啊待了那么几年但是这几年我们都知道他不太安分老在大街上刚刚好是改革开放初期嘛在大街上经常就是柳切啊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那天七八年吧七九年那时候开始全国全面开始对这个过去文革中被打倒的所谓独草文学作品中外文学作品开始全面复印几乎一个不落的复印了一遍啊 那时候全国人民先去读书热大街上每天都有起早贪黑的然后排队领票买这个图书的这种景象啊 所以那时候我在西岸是最大的中楼新华书店那时候啊有的人知道我开天类书啊那时候我还没开那时候我也融入了这个买书的行列里啊 在中楼新华书店那个东侧门后门哪排队买书的时候要经过这个书店的这个橱窗这个橱窗那不是有台阶吗哎 坐着几个小伙子这些几个小伙子在西岸还算是呃穿戴非同寻常都是上海那个呃 阿飞的打扮啊非常穿戴啊当时他们有钱啊全是小偷嘛哎穿的都非常讲究啊但是他们都会说上海话 而且呢我这个冯先生这个朋友也是上海有上海媒体啊所以他们都是这种哎他也看着我还笑说适合啊你也买书啊我这是哎好学生好学生我知道他读书比我多得多啊但是我一看我说你在这干这他就盯着人群呢 抽诊机会过去碰一下一个情况就走了啊就干这事后来呢哎 在工厂里边又跟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哎这个青年工还算青年工人啊哎女工啊谈恋爱哎那时候被被叫做破破解哎然后说他是作风不正啊男女作风不好哎这次是这当然是扯淡的啊是爱情嘛对吧年龄不分大小的但是那时候呢这个 哎这项目呢把他跟他那个柳切啊加在一起成为他的一桩罪状公安局啊就是严打其煎熬一次几次三番的把他抓了 经常抓最后他一气之下就说是你干脆烦死了又抓我一抓又是撕两面然后每天吃吃那么三五天你干脆把我枪毙了得 哦那公安局说什么那你那就枪毙了你吗那真把你枪毙了枪毙枪毙不活了没什么意思后来枪毙了这个这不是笑话啊严打其煎熬就是这样啊哎盗窃已经罪行累累了非常严重了那就跟那个跳一场舞跳个贴面舞也被枪毙是一个道理严打期间失重刑这是冯青生他呢枪毙呢是在马腾空啊就是我们那个 在钢厂干活的时候啊我现在我那个车间当时是断钢车间哎翻过墙一条路直通那个马腾空啊在这条路上啊马腾空是怎么回事的这是个地名啊西安的东南角最角上了在产河畔啊在产河边上为什么为什么叫马腾空呢过去说是南方的那种水流汉江啊通过汉江洛河黄河汉江哎最后到了长江南方的 运输可以直达鞋所以产河这地方水域也非常旺盛所以这就形成一个马头啊所以说马头后来改成马马腾叫邪了啊为什么带个空子就不知道了这话当然有点牵强啊这个说法有点牵强更有意思的而且更令人信服的是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天闲时狩猎啊骑着那个自己的马坐骑 应该是招那六郡吧不是不知道是某一郡啊然后到这个产河就是马头这个地方啊对面河对面就是白鹿园陈忠师写的那个白鹿园那个那个园上全是白鹿园属于白鹿园啊他就到这来打了狩猎啊在狩猎的时候呢发生地震了所以他那个某一郡啊就金跳起来然后将李世民摔下马来 哎这时候呢魏征啊就是他是太子太师吧就是文官啊太子太师然后啊魏征啊紧忙上去扶他啊这时候呢没想到这么一掺他刚一扶他的这个李世民腾空乐器直接跳上了马那个马也腾空乐器直接飞奔而去啊所以这个太子太师到底是文人也会哎就是说这是好兆头哎象征着这个 预示着哎太宗飞黄腾达国运昌盛啊等等的说了一系列好话啊所以后来就把这地方叫马腾空啊由于马腾空产生的这么一段故事而这个名字呢也就一直流传到现在而在看待起这一段就杀人的地方在河边一个是偏远那时候离城里还有几十里地这儿已经非常偏远了李世民能到这儿狩猎吗几乎是原始森林啊对了这个地方还就在这个马腾空 通空这个地方现在不是二零年一直从18年就开始挖掘到现在已经挖到了2022年还在好像现在有一个结论了哎 四千五百年到四千年前的遗址啊古人类遗址四千五百那就是新世纪时代那就和这个这是产额嘛 再向下游走往北走就到半坡了半坡是新世纪时代嘛哎哎女士士族社会所以这地方应该也是也是四五千年哎应该也是新世纪时代女士士族社会啊哎所以这个地方很有这个文化积淀的啊哎这个说远了啊我们厂呢离这个马腾空不远顶多也就是三四站公交站啊这么远 每次西纪是要杀人啊还是选的这个地儿然后呢那个警车拉着啊然后游街嘛哇叫着呃呃呃叫着从这我们门前从我们墙外表啊就往马腾空开去啊 冯新生就是在场里游了游街游了这么一圈以后呢出了场门然后去前沿着这条路向马腾空走去啊最后我们都搬了墙汽车的拼命的都是轻功啊啊活力旺盛啊三线回来以后这还都是二十二三岁的人嘛 骑车的追都想看一看杀人的场景何况这还是杀我们同学是吧就追啊追但是根本骑不过那时候也没摩托也没电动车什么也没有也没更别谈出租车了啊自行车拼命灯灯灯到那半路上就听见枪响 往往几声枪响同行的有几个嘛枪响以后呢拼命的赶到跟前的时候也就只剩下那个现场的遗留的那些老百姓们呢给我们讲述那个永远讲不烂的那个传说 有老太太把那个馒头蒸好的馒头都抱着来蘸着脑浆吃怎么怎么治百病啊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听了一大堆这种乱七八糟的话啊垂头丧气的往回走 那个地方根本就接近不了啊人就走了 哦 再剪一下哦对对对那就当时你不是马上工作啊 哎呀不是啊咱们听老人说就对了咱们听老人说咱也说是 说妹子墙比多少 嗯 我现在请都看见的是哎这个黄缝就是 哦 在这之前,西安市杀人是在哪儿杀的? 是在,叫坎人,那时候叫坎人,在宇祥门,西安市正好是吊脚,在这是东南脚,那是西北脚,就西安市出了宇祥门,逢宇祥的宇祥啊,宇祥门外,就是现在的西货站那一带啊,叫乱藏岗,城里死了人,全部送到那儿,乱藏岗一扔,有家属的买一买,如果没家属的流落街头的死了,就扔在那儿。 所以这个宇祥门啊,这是明代的这个西安城啊,这个城啊,这个门就不吉利了,那是不叫宇祥门,老百姓就把这个这个城门篓子上边的凋梁花洞这个亭子呀亭子间什么就给拆掉了,成了个祸口,这个祸口一直保持到哪一年呢?保持到至少在九三年以后,这个地方才重新复修,练了起来,把西安城江完整的练 一个圈啊,可以从绕绕成墙骑自行车走一圈,而这个门叫玉祥门最早是不吉利的,他并不吉祥,因为是买死人的嘛,从这个出这个门,就像进太平间样的啊,后来是因为那个刘振华,河南巩义人,刘振华军阀,后来围困西安八个月饿死,打死了五万多这个西安市民 所以后来是李虎城和杨虎城二户守着,然后呢再加上那个谁,冯玉祥,池园,支援,打退了这个刘振华 所以从此这个门啊,大家为了纪念他就起名叫玉祥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西三桥,出这儿到西三桥,是刘振华的驻地嘛 所以那时候砍人,老平叫砍人,杀人,都是在这个,除了汉代到近代,就在宇乡门外啊,是这样的情况 徐又臣呢,这个大家近期间稍微留意一下,法治新闻也会看到的,14年,他杀了警察以后呢,买了个水果刀,杀警察以后呢 当时这个徐又臣家有冤案,和他妻子江小玉,我当时呢,因为跟他们跟踪很多年啊,一直在拍摄他们,在北京就在拍 所以我在这个他们还没有出事之前呢,我曾经还请一些律师啊,向那个谁,常伟平啊,什么,从西安奔赴交作,河南交作,替他们就是,呃,维权,就希望他们走法律的途径 不要老是到北京去上访呀,这种无畏的劳动啊,无效的劳动,走法律的路子 所以他们也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呃,郑伟平也就进入了这个案子 灭包子,他也被出名了 你这个是九十年的事,你这十年是怎么弄的? 这十年哈,我们就是,我爸一瘫痪以后,我爸九六年瘫痪的 嗯,瘫痪以后,我爸就说话就半语了,半语以后,我爸就老叫我想给他去打这个关系 但是紧跟着在两三个月以后,他就杀了人,就是一四年的事,呃,是因为从北京被劝解回,回交作以后呢,在派出所和警察发生争执,他出去买了一把小刀,呃,当场杀死了七个,其中一个警察,当时有争议啊,呃,华商报,当时的华商报 记者,呃,深度评论记者,也就是全国十十大街黑记者之一,江雪,呃,亲自到那采访了这个二位啊,呃,就杀人那个经过了解的情况,回来以后告诉我说,确实是买了一把刀,呃,怎么如何如何,呃,我当时还有点接受不了,呃,因为在那个,张小玉和,呃, 徐友纯他们夫妻俩出事之前还在给我打电话,呃,就说我们现在遭到了什么,他的意思,希望看我通过我能再,呃,发布新闻,而这个事后呢,我看到了徐新教授的啊,呃,看到了徐新,北京徐新教授的这个,呃,的发言啊,他仔细的研究了这个徐友纯这个案件啊,认为 这个确实属于从司法上,纯从施司法上来讲,确实故意杀人,通过刚才说这个江雪这个媒体,还有徐新,呃,教授的这个,呃,判断啊,呃,当然他没接受这个案子,只是作为一个,呃,学者对这个进行研究以后呢,呃,他提出他的他的意见啊,呃,呃,我们基本上接受了这些事情,尽管作为朋友啊,呃,呃,感谢上我们不是太 太好能接受的啊,呃,但是呢,我想这个事可以区分为两,两方面来看啊,一个就是他多年维权的这医院是好的,是正确的,方法不当,哎,人都有火气,哎,亲戚之下,不理,非理性的实施了这个杀人,哎,这是有问题的啊,呃,但是呢,为什么会产生这样恶劣的结果呢,也和这个办案不利,处理这件事情啊,25年了, 啊,没有做出一个令双方至少那时候的,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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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张小玉和徐又生至少能接受的,哎,一些情绪能够平复下来的这种可能性都没有出现过啊,所以说是,呃,应该各方面都应该做一检查,检讨,对吧,当然了,最后呢,徐又生是执行了注册死,这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所以,徐又生,徐又生被执行了注册死刑,在17年,就是收押以后呢,三年以后,经过两审,最后判死刑,注册在三门峡法院啊,注册执行了死刑,这就回到了一个话题啊,我们说的注册死刑,他的,对死刑犯的执行的人道,呃,人道意义,和传统意义上的 砍,杀,罚,脚,甚至掉,啊,灵迟,啊,他的不同,啊,他的意义,和在,就是说是,在现在世界各国已经是,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开始实行免死刑啊,哎,而反对以暴力,以死刑对付死刑,哎,这种,这种思路啊,啊,已经, 所以说,文明社会嘛,啊,这种普世 价值啊,也逐渐在,哎,当然了,也有些国家在反反复复,比如新加坡,还有那些国家,他是,他是反复的,取消死刑了,又恢复了,恢复了,又,又,又取消了,反反复复,总之这话题在我们现今人类,还在,哎,争议之中啊,还在探讨之中,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说的,就是漫谈死刑吧,就等于是这个意思啊,漫谈死刑,所以我说到这个,另外就是杨家, 哎,杨家,他也是注射死刑,啊,这个因为,王静梅,哎,这都是我们医院的,杨家的母亲啊,我们关系都很好,所以说是,嗯,从情感上啊,我们每次见到王静梅的时候,心里也都不舒服啊,哎,但是呢,想到了这个死刑,这是我的推力啊,如果这个王静梅想到了自己的孩子是在注射,无痛苦,基本上无痛苦的,谁也不知道, 对吧,按照理论上来讲,不通无痛苦的情况下,被执行的死刑,可能心里还稍微有些安慰吧,这话我不能多说,哎,我也没什么可多说的啊,哎,朋友,依然是朋友,王静梅,我们对他非常尊重啊,他自己,有自己有,有冤屈,不能顺畅的,哎,申冤,就是指他自己啊,因为工资啊,跟单位一些事啊,现在又遇到了儿子这种事啊, 所以我们幼儿人对他都非常,都持非常同行的态度啊,总之,我们觉得面对这些事情,我们是要理性的啊,哎,我们还是说这个死刑这个事啊,据我所知,这个,咱们国家实行这个注射死刑和枪决执行死刑啊,这个事呢,哎, 应该是在1997年,也就是上世纪末啊,画一个界限吧,之前呢,那就是一律枪决,对吧,当然已经不可能刀砍了,对吧,掉死绞死也都不可能啊,哎,因为是在97年颁布啊,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里边的,哎,执行篇里边啊,提到了,哎,这好像是第一次提到了,哎,执行手段可以是枪决或者, 注射死刑,两种方法啊,哎,所以这个应该说是一种,哎,进步吧,哎,从这个再往下走呢,是不是都能够最终走向那个,哎,免死呢,免死刑呢,哎,我们当然拭目以待,是吧,因为这个在徐友臣这个,哎,二审结束以后呢,哎,舆论界啊,新闻界都在传扬,都在传播他人继续判死刑,哎,估计可能要驳回原,哎,驳回诉讼啊, 啊,嗯,最终执行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啊,国内外也有很多呼声啊,包括联合国啊,有些什么什么,哎,这个,费死刑,费出死刑组织啊,哎,也到过中国,那时候还找到了我,啊,询问,哎,这个案件的整个经过,当然了,我只能如实的讲述,哎,因为我也不在,哎,也不在这个,他们杀警察的现场,哎,只是我对这个人呢,这一生啊,有很多的了解,哎,有很多的录像,哎,因为过去在正常情况下,哎,我只能如实地讲述,哎,因为我也不在,哎,也不在这个,他们杀警察的现场,哎,只是我对这个人呢,这一生啊, 我拍过他们的录像,对吧,哎,所以,我,我可以看出啊,每杀一个人,尤其像他这种,杀了警察这种敏感的案件啊,国际上的这个死刑,废除死刑这样的组织相关机构啊,哎,还是比较关注的啊,有的就直接,哎,来大陆进行,进行这个了解,哎,这是一个事实吧,哎,大家,仅供大家参考啊,嗯,国内,当然有国内的自己的执行的一套, 不一定为国际所认可,哎,只能说这是现状就是这样啊,关于这个死刑,哎,尤其是这个注射死刑啊,我先听那讲的稍微多一点,实际上我就是整个在漫谈死刑,因为我这个人生中啊,接触过这么四五个人,哎,你比如说这个刚说了吗,徐又臣,冯金生,杨佳,哎,这我们都认识,所以以我的思想来分一对个,我相信, 我若是做的客观的话,讲述的客观的话,是对我们国家的这个法治推进是有利的,对吧,所以我今天讲了这么多,讲的不到之处呢,好望大家见谅啊,谢谢,再见 Zither Harp Zither Harp